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11月21日 全北汽车域客场抽油水 周日中午,韩直连有赛事上演 届时由全北汽车做客挑战水源FC M直播将会由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两队近况形成鲜明对比 全北汽车近期各向赛事未尝败季 而联赛更是处于连胜当中 反观水源FC,则是连续遭遇失利打击 此削笔掌,金扑里应看好全北汽车在下一城 本赛季新进的两只升班马表现都不错 一只季周连牧以51分牌在联赛第四 而另一只就是水源FC也以12胜15和8负的战绩 积45分紧随其后 韩直连已经来到赛季尾声 水源FC已经提早完成了他们保组的目标 虽然有幸进入争贯组 不过球队现阶段由乌冲冠无望 导致已没有了争胜欲望 过去四轮比赛全部高负的表现可以看出球队已经提前进入放假状态 早已明金收兵的水源FC 面对来势汹汹的全北汽车 他们只能束手就擒 虽然现阶段对于水源FC来说已经可有可无 但对于全北汽车则是相当关键的时期 如今好取20胜10和5负战绩的他们 目前以70分独占积分榜头 剑直五连贯的目标似乎近在咫尺 只可惜身后卫山现代一直紧追不舍 他们与前者也只有三分的差距 为了避免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局面 因而全北汽车在接下来的比赛中需要全力争胜 这样才能让球队在未免的道路上得到保证 不过金铺比赛也不用过分紧张 接音主队与全北汽车 在整体实力上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 要知道阵中一组森高 和古斯泰和轩利基两位攻击手赛至今 合计为球队贡献29球 就这两人的入球数已经超水源FC 全队入球总数的一半有多 而军场0.97个失球数的数据 同样也是远在水源FC之上 拥有韩直连当下最强火力以及最硬后防线的全北汽车 是一曲胜并非难事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感谢观看